美国半导体设备和服务供应商应用材料公司将扩大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合作计划 未来五年内培训超过80名专业人员和学生 协助缓解半导体行业人力短缺的问题 为了把最先进的半导体研究能力以及人才发展机会带到本地 国大和应用材料公司今天宣布扩建2018年成立的先进材料企业研究室 研究室完成扩建后将配备最先进的半导体工艺设备 双方将利用这个新设施开发更多解决方案 应对复杂的半导体制造业挑战 国大也宣布开展新的研究项目 培养学生和研究人员的相关技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